女孩头上突然长出耳朵 紧接着 她变成了一只兔子 同学们吓得落荒而逃 老师却露出了微笑 原来在这个学校 只有好学生才会变成兔子 学校为女孩开了表彰大会 自此后 变成兔子的学生越来越多 只有Jack和他的同伴还是人类 他们因此遭受到了霸凌 老师批评了Jack的爸爸 认为他没有教育好孩子 为了能让儿子尽快变兔子 爸爸每天都逼Jack吃胡萝卜 还不允许他吃肉 然而Jack还是没有变化 于是爸爸在西瓜之中下药 Jack喝了之后 终于长出了长耳朵 可长耳朵维持的时间并不长 这让老师彻底崩溃了 和Jack的爸爸吵了起来 Jack为了让这场风波停止 只好买了个兔子头头 上学的时候带着 老师看到之后 激动得快哭了 他带领全班 为Jack鼓起了掌 自此 他终于是模范老师了 所以 懂事听话的孩子 真的才是好孩子吗 宝宝背上长出了鸡翅膀 母亲大为惊奇 突然 他飞到衣柜上 母亲吓得急忙去抱他 然而 幸好宝宝只是受了轻伤 母亲洗干净他背上的血迹 用毯子和婴儿床 做了个鸟笼 防止他再次飞走 渐渐地 宝宝的翅膀越来越宽 甚至开始长出羽毛 妈妈为了他能自由飞翔 给他穿上防护服和头盔 在家具上绑海绵垫 接着放开了手 宝宝在房间里飞了一圈后 便朝屋外的太阳飞去 幸好有玻璃阻挡 才没有酿成惨剧 妈妈没有意识到光对宝宝的吸引力 以至于在超市购物时 宝宝突然飞起 绕着灯泡玩耍 工作人员看到了这一幕 急忙关掉灯 才把宝宝捞下来 这件事后 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个神奇宝宝的存在 每天都有不少人来看他 妈妈只好像放风筝一样 让宝宝被众人关上 突然有一天 风筝线断了 宝宝越飞越远 直到消失不见 妈妈很懊悔 懊悔将孩子当成展览品 从而失去了孩子 网偶用塑料袋 套上男主人的头 想将他憋死 男人忍无可忍 一把将塑料袋扯下 将网偶赶下车 网偶没有放弃 他把目标放在了 男人的妹妹身上 举起刀 冲上前去 网偶晃了晃头 突然 他听到了女主人的声音 声音来自浴室 这让他兴奋无比 于是他抬起面包机 在女人的尖叫声中 将其扔进浴缸中 这一次 他忘记将面包机插电了 但网偶仍然没有放弃 他在饭菜里加老鼠药 想偷袭男主人 可每次都没有成功 因为他闹的笑话太多了 这家人专门开会嘲笑他 气得他悄悄布置了弓箭陷阱 网偶兴奋的冲上去 然而却不是陷阱成功 是猫咪乱拉屎 被骂了 网偶为了守护心爱的猫咪 表示屎是自己拉的 气得男主人按着他的头 逼迫他闻屎 网偶觉得十分丢脸 他爬上阁楼 再也不下来了 他果然是一个异碎的网偶呢 我身上的汗 头发